好 接下來要來關心一下我們的龍介先了 我們的好朋友 因為他每次上我的線上面對面 那個流量都會超級爆高的 所以這個可見謝龍介他是非常有名義基礎的 大家都很喜歡他 也就是因為太喜歡他了 所以呢 有人覺得他應該要進部分區 來幫著國民黨衝選戰 有人覺得他應該留守在台南 讓台南再拿下一席 也有人甚至覺得 傳出說叫他來台北佔那個艱困選區 士林大同 因為國民黨的台北市長部評估 最困難的區域大概就是士林大同了 所以呢說讓謝龍介來拚拚看 也許有機會 那謝龍介當然就 也很無奈啦 他昨天就在他的臉書上寫說 團結一致 無私無我 黨有需要 赴湯到火 這個是 聽起來有點心酸 因為每次都是黨有需要他都去赴湯到火 但是最後他都選輸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國民黨 你就是欠他一席部分區 欠他 欠他一個這個立委嘛 那現在還叫他去選士林大同 不過最妙的事情是 這個消息才剛剛傳出來說 這個謝龍介有可能 跑到台北市來參選的時候呢 台南的88槍的這個案子 就是徵結起訴了 終於徵結起訴了 然後來他說檢查 檢察官公開了犯案的細節 那這個 表示王文中是共犯 這個詳細的細節 有機會我們再來討論 但是重點是 在這個檢察官公開的這個 相關的資料當中 好像有在扯到謝龍介耶 是不是是怎樣又有政治操作了嗎 聽說謝龍介要去選這個監困選區了 所以88槍這個徵結起訴 就把謝龍介又扯進去嗎 不是我們多想啦 是因為民進黨執政之後 這種事情太常發生了 所以那你就不自覺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又來了 又故意在砍他了 那說到這個士林大同區呢 時事評論員李正浩 也覺得因為現在是 尖閣跟這個何志偉嘛 兩個人正在 從下個就是從後天開始 他們兩個要做民調了 那我本來在昨天上面的 想要訪問尖閣 但他說因為他們有規定 就是就是民調之前 他是不能夠接受訪問的 那就看看他們兩個初選 到底是誰贏哦 那李正浩覺得他們兩個的初選 是比心肺大戰更難看 而且黃成國都出面了 說這個打黑不打黨內的紅色財團 賴清德很難收拾 那當然還有啦 不只是這個選舉 這是民進黨的部分嘛 國民黨 李彥秀跟這個郵書惠 隔空互嗆 感覺也不是這個感情很好的 也是有一些這個火花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 曉欣跟飛鴻 他現在已經要進入電話民調了 所以呢在4月16號到18號 這段時間的電話民調 許巧欣當然很急呀 趕快請這個台北市議會的議長 戴席清陪他宣傳 但是呢 費鴻泰 他已經一個禮拜沒有公開行程了 有人就說 你是不是故意要避開許巧欣呢 他笑而不答 明天開始 今天民調就要開始 在戰術上 宣傳上面會不會加強力道 會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這個走戰車的行程了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戴席清代議長 我們台北市議會的大家長 也會陪我走戰車 這好像是你以為出選第一次出到戰車 這戰況非常激烈 對我們現在的戰況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現在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告急的情況 所以呢 兩個人的這個差距之間呢 真的是在伯仲之間 所以真的要拜託我們所有這個黨內的好朋友 讓國民黨有一次改變的機會 因為目前最新民調顯示 雖然目前您好像是微服的領先給費鴻泰 可是目前如果假如說加入國民黨內部的 所謂的遊戲規則之後 好像他變成他是他贏你 所以我想都在誤差範圍之間 所以我們現在選情是真的告急的狀態 還會希望說大家可以在家裡幫我付電話 那我想基本上呢 我們就是力拚到最後一刻 我相信我一定會贏 你怎麼看對手費鴻泰的表現 因為他現在好像是你一到他就不會到 有點跟你抽開的感覺 不會吧 今天都會到 呃...我今天好像沒有 呃...現在就是費鴻泰蠻多的行程都沒有出席 所以也變成是說有讓我跟這個 民眾更多打招呼 更問豪的機會 那他是針對你力量的狀況嗎 我覺得應該是針對你們力量的狀況吧 呵呵呵 你們不猜的時候我們都有同台啊 我一大早六點鐘就去送車 我們固定的行程呢 到鳳天宮的登山口 那邊有上萬人的登山客 我們都到那邊去跟他們請安 大家... 你現在反而不是有要參加 今天早上那個領域的活動嗎 你像什麼 就是徐曉欣那一場活動 那最後怎麼沒有出事呢 我沒有發任何公開行程 各位 我已經一個禮拜沒有發任何的公開行程 我的行程很多 我現在正在要趕一個行程好不好 祝福大家 好 現在台北市立委呢 有一些選區 因為初選的關係 有一點這個撕殺到亂鬥了 那現在說介入監委大將 我看到這標題嚇一跳 因為大家有沒有看昨天線上面對面 當時那個網路上面聊天室的網友說 國民黨趕快徵召戒凡去選大同市鄰居 我才不要咧 結果你看看到介我以為是說我 不是啦 是謝龍介啦 關我什麼事 那所以你看謝龍介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他這個被點名角逐是林大同之後 他也在臉書上說 這個陳盟啊 台北市黨部的主委黃呂錦如 今天又在提醒我 在提到我 勸進我去台北選 那我就只有剛剛那四句嘛 團結一致啊 無私無我 黨有需要 這個富湯到火啦 絕對會在最有價值 自有意義的戰場上全力以赴啦 這個是謝龍介他真的也是 蠻這個阿信的啦 黨家做去哪裡選 他就去哪裡選 那你看黃呂錦如就說 四齡大同其實就台北市來講 對國民黨是最艱困的選區 所以他擔心如果就是那個 何志偉跟王世堅 因為現在王世堅看起來真的蠻強的 如果是王世堅出現的話 這個打法詭譎多變 畢竟尖歌也是很勞兼俱華嘛 對所以找謝龍介來選呢 這個他說謝龍介沒有拒絕 所以他覺得如果是謝龍介打尖歌 可能比較有機會 那他現在評估台北市立委的部分呢 是做七搶八 他說中山區 宏威九成連任大概沒有問題了 宋信軍他覺得勝率有六成 我個人是打問號 港湖區勝率六成 我也覺得真的嗎 這兩個區的這個初選弄得這麼難看 這個後續國民黨還要再處理一下 但是回過頭來講到這個謝龍介 寒冰就認為說這個對謝龍介來講啊 叫他一個人承擔實在有點不公平 我覺得黃麗錦如 你是不是忘記一件事情 民眾黨在台北市崛起啊 這才是問題啊 你們泛藍的勢力就 或是說非綠的勢力在台北市 其實已經分裂了 而且越來越明顯 過去藍軍看起來實力很堅強的區域 其實都開始出現鬆動 民眾黨第一次選議員已經上了幾個議員 你們都沒想過這件事嘛 所以我覺得黃麗錦如的判斷太過樂觀 其實我了解龍介先啊 他不會想要選 他怎麼會想要選 你覺得他看起來像頭殼壞掉 只是因為他這個人就是 他一直以來的信念就是 國民黨叫他做什麼 因為他是黨員 中正黨員 所以黨如果最後決定叫他做什麼 他真的會去做 可是問題是 你不能夠因為人家願意為你犧牲 人家願意為黨承擔 你們就一直這樣叫他承擔吧 那黨內其他人都混吃等死 不是嗎 你黃麗錦如自己也講了 黨內還有其他兩個戰將啊 為什麼不給在地人機會呢 我覺得國民黨要拋棄這個迷思 你不能因為謝榮介這個人很好用 他又有實力 所以哪裡拍康就叫他去哪裡 這是完全不對的啦 你如果為了長期打算 就算這一件你選不贏 你還是要培養在地的自己人嘛 不是嗎 這樣才是正確的作為啊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國民黨現在不只是總統有問題 立委的選舉大家都知道 心肺大戰嘛 心肺復甦數也沒有用了 跟大家是歐卡的那種感覺 還有一個選區就是台北市的港湖區 兩位議員尤淑慧李彥秀現在是雙輸大戰 那這個尤淑慧今天就再開場了 他質問李彥秀 你為什麼當初不直接選2024 還要去選議員 他說很多港湖的民眾 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要這樣 那李彥秀就回應了 說現階段國民黨應該要 齊心齊力 努力拿下港湖的席次 那對於尤淑慧認為 黨內初選機制不公平 李彥秀則是反向說 有意見的話你就自己去跟黨說啊 去年他的選舉訴求 就是再給他一致機會 讓他回歸議員的工作 不要讓他再次落選 那選民也聽到了也心疼他 那今年他又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沒有要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其實基層很多人 我們在拜票的過程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就是 他不是不要算 所以這個就是民眾對於他去年 跟今年不一樣言論的一種錯惡 當然我覺得尊重他啦 選或不選 回鍋那個都是他自己的選擇 我說過他不用對我解釋 可是他要對去年投給他的 每一個港湖市民來解釋 為什麼他拋棄去年 對他們的承諾 那我想我們的心都在港湖 也想幫國民黨 贏回港湖這一席 就透過黨的初選機制 把最強的候選人選出來 那這才是把柄 我們應該齊心協力 讓國民黨想辦法把柄做大 贏回港湖這一席 這才是重點 初選機制我想都是公開 透明開放 那這個黨的初選機制 也不是今年才有 長期都是一個這樣的初選機制 如果說議員對於黨的初選機制 有任何的意見 也歡迎淑貴去在黨的機制裡面 做更多的建議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民進黨的立委初選 監委瑜 有人說這是民進黨的這個策略 想要把監委瑜一次給殲滅 那民進黨的立委高嘉瑜 在自己的港湖選區 是沒有同黨來登記競爭的 但是他面臨的是這個所謂 激進黨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吳欣代的挑戰 這個就會造成綠營的分裂啊 那高嘉瑜受訪的時候就表示 自己不知道台派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吳欣代說自己是台派 那現在所謂的台派跳出來了 很可能就會讓國民黨有機可證 他就呼籲希望跟吳欣代來整合 他說自己絕對不會讓保送 國民黨這種事情發生 只是不知道吳欣代要不要跟他整合啦 再來看到就是看完了這個 剛剛那個是瑜嘛 再來要看監尾囉 監尾這個兩個人這個越演越烈 互控對方抹黑潑髒水 然後呢看到王世堅這張照片真的是 他說他收到支持者的禮物 他的支持者也很妙耶 他送他的禮物是陳時中的一個畫像 而且是陳時中跟導盲犬的一個創作 這看起來像有比較像油畫的感覺 收到這個禮物 那他為什麼不畫王世堅他畫陳時中 不懂 但是王世堅就說我立刻起幕僚拍照 然後把這個畫作高高的掛在辦公室 我不會隨便丟在地上 欸這個好明顯喔 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那個那個何志偉啊 不是把那個陳時中的畫像 扯下來然後丟掉嗎 對不對 所以那個畫面還被某個主持人 在他的節目上面公佈嘛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要是在暗酸這個何志偉嘛 然後現在又有爆出所謂這個王世堅 當時有去涉入中泰花園的拆除案 然後呢這個說這個抹黑王世堅的幕後黑手 其實就是何志偉的陣營 那這何志偉就回說 這個是有新人自打自演潑髒水的手段 真的要停止了 所以呢這個兩個人也是互不相讓 但是到底誰會勝出呢 這幾天正好就是他們兩個的這個 民調正在做啦 所以呢這個可能後續就是要看看 是誰出現 因為對於這個國民黨來講 他們認為王世堅是比較難打的 王世堅裡面還有提出一張照片 特別點說就是 陳時中跟導男主的畫作 他會好好把它先把它拍下來 然後高高掛不會隨便掉了 有來過何志偉立法院的研究室 都知道我的走廊就是藝術走廊 那立法院的調查報告 也早就還我清白了 那那個時候的扭曲 其實最傷心的除了是我 台灣藝術博覽會的創辦人之外 還有我們的本土藝術家 其實因為畫作比較大 那我們很多時候會直接把它放置在走廊上面來做展示 這是一種形式 那這樣子的被扭曲 然後這樣子的被揶揄 其實我對台灣本土藝術的努力 正面選戰 那輸的人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攻擊啊 抹黑啊 蔡奇方他有出面就是太硬了 所以他就是如果王世堅這邊有需要 他也就是願意陪圖過 那你現在會覺得說你自己有被陰性 我以為我的對手只有一個人嗎 沒想到是一坨人 攻擊的梗圖其實在網路上早就已經五六年一大堆 所以我覺得不要破髒水 海荒鮑魚乾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還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ZTI714想有折扣喔